自古以来王朝更替不可避免,许多王朝都是在腥风血雨中建立起来的,伴随着阳山之战的失败,难做灭亡,但是这场悲壮的战争,却在历史上引起轩然大波。 在那一天,海面降伏着十多万有血有肉又骨气的南宋精明尸体,南宋在富裕王抗十多年后,终于海神灭亡。 一位西兰联合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说过,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,人们问他为何? 他说,崖山之后,已无中国。 宋朝在经济、文化、科技、农业、工商业、手工业等诸多方面,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,启程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。 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一纸工商业的朝代,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。 而后因为元朝入侵,进行了十多年的抗援战争,消耗了大量人人力物力产力,新生了商业文化被迫中断。 中国的发展进程被中断,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,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。 大量元军围攻宋军后,宋朝所成乡陆秀夫燕汉无法逃脱,陷绕自己的亲耳跳海。 随后,自己背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也跳海自杀。 随行的十多万宋军,等之后也相继跳海。 第二天,在崖山海上飘着十多万福尸,元军找到小皇帝照顶尸体的时候,他身披黄袍,头戴黄冠,身上还挂着一个玉玺,元军将玉玺取下来,交给首领张红饭。 宋朝的灭亡让元军首领张红饭洋洋得意,他命人在巨石上可十二字,镇国。 大将军当红饭念诵于此,他不知道,他灭亡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,更是一种文明冲刺灭亡。 这十二个字,就像汉滅族心中的一块伤疤,直到戒断后,这块巨石才应胜航到备掌。 1964年,天汉同志再次写下,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,去国于此时三个大字。 崖山曾葬十万南宋军民,不能忘记,不过,更应该被铭记的是南宋唐元的斗志,民族洁气和命死不屈的大卫精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